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壟斷 你只有兩個電視台 我愛過這麼多地方 我在玻璃圍瓦都要按五十次 五十個電視台 這是完全解釋不到的 為何只有兩個電視台 你說不可以數碼化嗎 現在數碼化 為何你不開放 這個完全是製造壟斷 這個壟斷 是等於Cancer 是殺死了所有 香港 這個資訊 和表達的自由 我再說一次 只得兩個電視台 在香港一個這樣的國際社會 是一個恥辱 我認識這麼多外國的朋友 我說我在香港長大 他說 好先進 我說有 有兩個電視台 是不收費 他們是不相信的 這是第一 所以 如果政府還不去決定 開放這些頻道的話 我覺得 他是非常之嚴重的失跡 第二個就是港管局 你見證到 我今天很留心地聽 那些有殘疾的人士 他們說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那樣不行 那港管局不是有責任 去管回政府和傳媒的嗎 港管局只是要來拘捕我的嗎 港管局是有責任 去令到所有適用在香港的公約 尤其是關於這個 資訊平台的公約 在香港身下的 港管局不做這件事 港管局對上那個 就已經去到資訊近科技局了 跟著就上去特首 我想請教大家 當我們的電視台 兩個免費的電視台 是被兩個台 只有兩個商業機台壟斷的時候 我們要講的 所謂創意工業 在哪裏開始 我們是要依靠 大陸的市場 大陸的市場所隱含的細菌 即是言論審查 即是說表達自由受到剝奪 是會傳回來的 這就是為何阿視變成中一第十台 而無線是要自我審查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 如果我們的政府 不能夠尤其曾蔭權 曾蔭權 他不清晰地向香港人交代 到底 現在的收費電視只有兩個台的壟斷 是對不對的 我認為 這些免費電視 佔我的頻道 是香港人的公產 是否是公產 公產為何要私有 公產不應該私有 牛說 拍賣 是適合了一點點 所以 應該拿出來 給有興趣的人去做 我告訴大家 數碼化 是解決問題的精結 香港政府有很多公堂 不做數碼化 你知不知道 他那個 你又是多無恥 他說 如果數碼說過 那些數碼當然很貴 他都是白癡的 現在大班 扔50萬部回來派 所以其實 我想 今天這麼多有識事 坐在台上 你們自己滿心自問 無線和阿視的壟斷 對嗎 NOW NOW 和這個 有線 這麼貴的收費 對嗎 在上面拿下來的東西 一落就落地了 他現在每個台收我這麼多錢 阿哥 我現在給NOW 要給幾個錢 看看比較好的節目 各位 我覺得 我們在說的是公產 我們沒有理由給公器私有 我們更加沒有理由 令到我們690萬人的知情權 表達權 是受制於一個這麼腐敗的制度 我覺得 六議員 我們今天 我今天 扣了時間 我扣了時間 請你可不可以 我想各位 給一個表態 如果贊成我的 就說yes 好不好 YES 先聽到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開放地го 要用黑色衣服 真是有樓掌 要力會 要用黑色衣服 他是藉妳的問題 他應該一匙都過小了 好